冬菇马蹄蒸肉饼 我们今天介绍的菜式是冬菇马蹄蒸肉饼 材料有马蹄、冬菇、猪肉和耳蜜 调味上有 首先把冬菇做好,然后切粒 马蹄去皮后,用刀压一下,然后再切碎 我们将切碎的冬菇马蹄蒸肉 把切碎的冬菇马蹄蒸肉 在调味上,加入鸡粉 砂糖、盐、蠔油、淀粉和清水 可以加入鸡肉饼,然后继续搅拌 然后加入鸡肉饼,然后加入鸡肉饼 最后加入麻油 让它增加香气 这样就可以将所有东西拌均匀 再放入碟上蒸 下了一碟 我们铺平的肉饼 让它蒸起来 就可以受热平均一点 我们隔水蒸大约7分钟左右 让肉饼熟透 这个饭就完成了 很多人都听过过量摄取肥猪肉里面的饱和脂肪 会增加了血液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 即是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 但又有人说半肥瘦剁出来的肉饼是会更好吃的 其实呢 以瘦肉剁出来的肉饼一样可以更好吃的 例如梅头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一点 就会是一个健康一点的选择 而今次这个菜式 我们除了用了梅头这个比较低脂肪的部位 作为食材之外 还加入了一些烟物 提升了口感之余 还添加了一些腺食纤维 又减少了大概三分之一 左右的调味料 这样煮出来的肉饼 不单会跟普通肉饼一样好吃 而且还会健康一点